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意外地得到一个特殊消息 在神农甲南部的长阳县 有一个所谓人缘杂交的猴娃 赤身裸体不知冷暖 也不会说话 外形很像大猩猩 当地一传说 猴娃的母亲进山给丈夫送饭 途中对野人劫持 逃回来后就生下了猴娃 王芳辰迅速赶赴长阳 拍摄了大量猴娃的资料 以为找到了打开野人研究的突破口 当时呢 我就是心花怒放了 拍到这么样一个东西 我回去以后 我要马上呢 就可以向社会 我先发表出去再说 回来以后呢 我一想呢 那万一说错了以后 你还说不说话 还是先请老师看一看 贾兰坡等古人类学家 鉴定后一致认为 猴娃是由于小脑病态所致 从此 王芳辰对自己拍摄的猴娃一事 只字不提 1997年 王芳辰组织科考队 再次来到猴娃的家乡 没想到猴娃早在七年前去世 经家属的同意和协助 考察队将猴娃的遗骨挖出 带回北京 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证 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 DNA鉴定确认 猴娃为人属 古人类学家认为 猴娃患有小脑症属于病态 医学解剖专家得出结论 猴娃头颅与现代人 有六点明显区别 但原因无法断定 尽管人们历经艰辛 在深山密林苦苦追寻了多年 却没能获得一个野人的活体 甚至一张野人照片 这似乎很不合情理 野人就像是 莱无双去无影的影像 令人产生很多的怀疑 他们真的存在吗 黑心经语人类的 这个叫做DNA的训练分析 百分之九十九都是 相同的 百分之九十九是相同的 那么还有零点四 还有零点六是不同的 啊 即使是百分之零点一二 做一个五种差别极大 啊 所以说 从这个角度来讲 他的 无论是布局也好 啊 石膏的脚印也好 还是头发也好 毛发也好 啊 我也好 分别也好 得不去 任何 神龙架 存在野人的证据 不自博 野人究竟是世界之谜 还是弥天大谎 一直牵动着 关注野人的人们 每一个来到神龙架的人们 几乎都会不由自主的 参加到争论中来 2003年7月 武汉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学生 正在准备一场 神龙架是否存在野人的现场辩论会 他如果要采集的话 如果是地面上的东西 他肯定没有野猪的那个攻击 那个破坏力大吗 他肯定比不上野猪的效率 如果是树上的果子 他肯定比不过猴 那么既然他谁都 他不比任何动物强 为什么他能够在这里生活 但是比不上野猪 如果是在树上的话 他比不上猴子 请问这个结论你是怎么吓出来的 我是假设他存在 然后举了一个反应 他为什么要吃猴子吃的 我为什么吃野猪吃的呢 神龙架的植物这么丰富 我为什么非要去 野人为什么非要去吃猴子 去跟野猪 去跟猴子抢食呢 否定野人存在的人认为 野人作为一个庞大的个体 饭量可能大的惊人 在神龙架地区 他无法找到足够的食物 维持生命 肯定野人存在的一方认为 神龙架拥有多种植物类型 和世界上少有的完整森林生态系统 为野人赖以生存的基本食物来源 提供了可靠保证 面对扑朔迷离的众多野人事件 我们陷入迷惑 我们似乎曾经与这种奇异人形动物 离得很近 然而 就在那层神秘的面纱即将被揭开之时 他又与我们擦肩而过了 在六百万年人科演变的历史中 直立人之前的人科化石很少 以化石形态复原人类早期形态及行为特征相当困难 而野人是现存于人类趋同进化的活化石 借鉴野人的研究 有可能复原和再现早期人类的某些形状和社会形态 野人之所以能成为世界自然之谜 就是因为在他身上可能隐藏着人类起源和进化的秘密 按照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 人类的进化过程是一个由古元 直立人 早期制人 晚期制人 到现代人的完整排列 进化它必须得连续 你不能说一个东西灭绝了一百万 你后来又有了 你还拿这个东西当爷爷 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那我们假设有一个东西 我们把它证明了 那我们研究它现在的生态环境 现在的生活细性 是吧 它的体制形态 那么对我们研究人早期的形态 生态环境 生活细性 那不是一个很好的串口 所以它的意义就在这儿 如果野人被最后证明是原和人之间的一个中间物种 几百万年来 一直和人类祖先生活在同一个生态环境中 并与人类趋同进化 生存至今 那么人类学的研究将从这里放开全新的营业 我想真是有那么一个动物 在这儿活下来的话 我想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得到这儿来 它怎么活下来的 它的基因 它的死因性 我们每一块细胞都得它指的研究 那的确是一个大课题 不管你相信不相信 我要报定我一个原则 要把这个谜记破 我们身边一个跟我们很激进的 可能是我们的远方兄弟 还活着 活着的一个老祖宗的兄弟 是吧 跟人趋同进化的 是吧 多重要啊 专家们认为 对中国野人的考证 首先应该是野人文化的考证 透过神农家不觉如履的民间传说 和林林总总的野人现象 你总能触及到野人文化的强烈氛围和神秘感召 每天这个找男子的 看两个猪宗的话 碰一样一样的 他就累了 赶快把猪宗就准备好带起 带到地心 他就是隔地心 他也还把你带住的 我和你笑 他笑一笑的把人笑死了 他小心他一心他就吃你 他把小一心他笑 今天一会笑的 小时代的话呢 赶快把猪宗一笼 就把这个猪宗一笼的话 今天拿起的话呢 他就赶快跑大 我们小时候听到的故事中间呢 就经常讲野人 有一个 中国有一个很流行的故事 叫狼外婆 狼外婆 对方的叫狼外婆 在湖北啊 就叫做野人家教 我的奶奶都说 你说的 你不听话 就把他送你野人嘎嘎了 那些是女人都有那种传说 都有那种传说 这传说还不是五根距离 所以我很相信 就是说 我们祖先的这种传说 古代的一些史迹 应该是可信的 当然有水分 但是它的基础 应该是相信的 沧海桑田 不过转瞬之间 二百多年的时间 三峡两岸便临目细数 长臂原绝迹 生命生态 村王与共 令人感慨万千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 三峡两岸就不断有发现 古人类遗址的消息传来 1957年 湖北长阳的一位中学教师 向省博物馆报告 当地农民在山洞中 挖到古人类投古化石 很快 古人类学家 加兰坡骑着穿马 来到湖北长阳 土家族自治县的 中加湾村 吸引他前来的 就是这个看起来 很不起眼的小山洞 加兰坡来过 这是 他是在这里来扣察 带着这个 这个北京大学的 那些这个实习生 在这个地方来 扣察了一个多年 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加兰坡带领工作队 从这个山洞里面 发掘出四十多种 无脊椎动物化石 经历到最后一天的时候 当时参加挖掘工作的 龚发达 意外地挖到了一颗 牙齿化石 这是一颗 距今十多万年的 古人类牙齿化石 是长江以南 古人类遗迹的 首次发现 加兰坡把它 命名为长阳人 他在鉴定报告中写道 长阳人的发现 给人类自身的分布与演化 提供了新的研究资料 说明 长江流域以南的 广阔地带 同黄河流域一样 也是我国古文化的 发祥地 是中华民族诞生的摇篮 长阳人的发现 令甲兰坡终生难忘 1984年 76岁高龄的甲兰坡 又一次来到中甲湾 留下了这样一句话 长阳人不可能单独存在 附近还会有更多的材料 应进行大量调查工作 在国内外学术界 一直存在着野人 可能是巨猿后代的推论 著名古人类学家 吴汝康院士 这样描述了巨猿的体态 巨猿有着硕大而粗壮的头骨 巨大而强壮的躯干 能够做一定程度的两足行走 直历史的高度超过现代人 曾参加过雪人考察的 英国动物学家认为 雪人可能是远古时代 亚洲巨猿的后代 前苏联学者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 根据陕西秦陵 目击野人的反省全工程师的描述 认为秦陵茅人可能是巨猿的后代 美国不少学者也认为 美洲的大脚野人 有可能是中国巨猿 迁徙进入美洲大陆而演化的 这是世界上的很多科学家认为 一个动物必须有祖先 这么高大一个直立的灵长类 必须在祖先里头走 什么东西是祖先呢 所有的灵长类 没有这么高大 而能够直立行走的 只有巨猿 关于巨猿 我国最早的记录 在重庆龙骨坡 距今两千零九十多万年前 它的地理分布 从广西贵州 扩展到湖北和川东一带 在神龙家周边地区 兴山 巴东 剑矢 乌山 都有巨猿化石发现 就在这个现在华贵 神龙家邻区的 那个叫巴东县 和新山县 那个药材窗户里头 就找到了这个巨猿的牙齿 所以我当时六八年 发现这个巨猿 已经生活到长江边了 而我觉得很兴奋 更有学者指出 很多第三季 和第四季冰川时期 以前的植物 像拱铜 香果树 等这些植物 能在神农架存活 巨猿 作为可以灵活运动的 动物群体 更能在神农架 这个小气候特征 明显的地方 选择一个避难所 存活下来 黄万波教授认为 如果野人是一种 大型类人猿 他更有可能是 星星的后裔 因为巨猿 在一百万年前 就已经灭绝 星星在我国境内 延续的时间较长 在距今一万年前 还有其化石可寻 迄今 世界上公认的类人猿 一共只有四种 黑猩猩 大猩猩 猩猩 长臂猿 大猩猩 黑猩猩 生活在非洲大陆 亚洲不见其踪影 连他们的化石 在亚洲 也未曾有过报道 因此 神农架野人 与这两个 非洲表兄弟 无缘 再看亚洲的 猩猩和长臂猿 从形态角度看 长臂猿体型小 两只胳膊较长 不能在地面行走 更不能奔跑 它也不是 野人目击者 描述的那样东西 更多的 考虑的就是这个猩猩 因为这个猩猩呢 它不像 居然只有七个地点 只有七个地点 中国就 或是猩猩 就有几十个地点 就是发现的那个地点 化石分布 几乎七八个省 好像我同学一下 都有这个猩猩 就说明 那个猩猩当时 它分布很广泛 否定野人存在的一方认为 从动物学 生态学的角度看 一个物种 如果只有两千个个体 又不经过专门的人工繁殖 几乎可以肯定 面临灭绝 野人如果真的存在 作为大型哺乳动物 应该有一个种群的 最低数量极限 目前各地发现的野人 总体不超过二百个 而且居住分散 环境恶劣 再加上进行繁殖 带来的影响 不可能存活到现在 而且它有一个稳定的 繁殖种群 才能够生存 现在呢 从蒙前 就是说有一部分 这个神农家 提供的一些 那个 这个 也考虑一些证据啊 这个证据呢 就是说 作为从这个 动物学的角度来讲 这个不是很充分 所以呢 就是说 没有一直得不到 大家的根口 肯定野人存在的 一方认为 许多事实证明 许多数量稀少的动物 仍可能生存下去 被誉为活化时的 大熊猫 野外生存仅数百只 而且相隔很远 一个小的区域 仅有那么数十只 甚至更少 难免尽勤繁殖 不也一样生存繁衍 我们所认为的 那个野人 如果它是一个物种的话 那这个物种 现在应该是很小了 这个种群 它已经很小了 就是说 数量很少 然后 可能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一种 冰微的物种 很少 那既然是冰微物种的话 那说明 它曾经也繁盛过啊 总应该留下一些 就算没有化石 也应该有一些遗迹啊 骨头啊 或者是尸体之类的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 在我们无论是搜索 还是开发 都没有发现 否定野人的一方认为 假设神农架 真的存在野人 靠查队队员 走遍了神农架的高山峡谷 即使捉不到活体 拍不到照片 可为什么 连野人留下的骨头化石 都没有 它总有它的这个 是吧 要死掉的 死掉的它应该有它的 一些这个遗迹啊 遗骸啊 对这个问题 在神农架野外工作了42年的胡振林 做了这样的解释 神农架的动物 应该说不少 是不是啊 但是你人或找一个普通的动物 谷歌或者什么东西 都不太容易 为什么不容易呢 因为通过这么多年 我在神农架野工作的情况来看呢 我认为它有几个几个原因 主要原因就是一种 一种自然清理 什么自然清理呢 一个就是 你想它死在后 死在这里 富兰达 富兰达的骨骼在这的话 被树叶什么 就把它覆盖了 你也找不到 再一个 它又入食动物 死在了以后 就被入食动物 把它吃盖了 分盖了 如果它另外一个 死在狗谷里的话呢 它就被昏水什么的冲走了 所以说的 除了这种自然清理的话 你就不可能找到 蛮多的骨骼 辩论双方各吃几礼 莫中一事 有趣的是 如果对参加争论的专家学者 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你不难发现 相信野人存在的 多位古人类学研究者 否定野人存在的 则多是动物学专家 现在我们让一位植物学家 来评判一下 他们之间的争论 神龙家高峰接触 可使高峰 他也是可使高峰 要等待人们去判断 对不对 你就是你这个都 你证明他有 你要经过努力判断 你要警害他 你说没有 你小爸爸怎么论证他没有 你两种都要经过你这努力去判断 可以说有没有野人的争论 一直伴随着野人考察的全过程 2003年11月1日 北京青年报用整版的篇幅 对野人考察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 相信野人存在的比例 为百分之三十六点六 认为野人研究非常有意义的 为百分之四十八点六 认为野人考察工作者应该受到尊重的比例 则是百分之五十七点四 郑道立 武汉市公安局刑事侦察处副处长 高级工程师 1981年 毕业于中国刑警学院痕迹检验专业 是湖北省著名痕迹检验专家 虽然说这个足迹 它很大 但是它的每个部位都是成比例的 我曾经看到这个产生一个怀疑 是不是人为的 把它裂造出来的 后来通过我的测量和计算 不可能 完全不可能 它的比例太协调了 后来我在解决当中把它缩小成 缩小一倍 跟现代人 它的比例是完全一样 通过对脚印的分析检验 郑道立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根据那个足迹 它那么匀称 这么标准 我认为 这个未知的领长 那动物 其实我们常说野能 应该是存在的 这个物质存在 这个足迹存在 1980年的奇异动物考察活动 还收集到了大量奇异动物的毛发 并委托武汉同济医学院 法医学系教授杨庆恩进行了鉴定 在法医学系的实验室里 我们见到正在指导学生的杨庆恩教授 当年杨庆恩把送来的八份奇异动物毛发 和专门收集到的多种动物毛发 在电子显微镜下进行了对比试验 送来的八份毛发 不是现在的高级人类动物 包括猩猩 大猩猩 黑猩猩和长臂猿 我肯定的否定了 同时它也不是神龙甲地区常见的林长类动物 金丝猴 猎猴 也不是神龙甲地区所见到的 不如来的动物 包括狗熊 包括苏门林 也不是它家养动物 猫 狗 猫 猪 猪 把它全排出来 送来的八份头发 也所谓野人头发的主要特征 是洁净现代人 这个现在看起来并不复杂的结论 当年可花费了 杨庆恩和几位同事 整整三个月的时间 这些照片是他从几百张照片中精选出来的 试验结果发表以后 杨庆恩曾经接受过英国法国媒体的采访 当时一个英国记者问我 杨庆恩问你是不是野口野人迷 我说我没时间迷那个 我没有野人 真正野人毛的作为对照的 我只是说他的主要特征 基金现代人 那这个结论还是站在这脚的 1981年的脚印毛发鉴定 进一步佐证来 1976年中国科学院 公安部和黄万波教授等所做的毛发鉴定 是可信的 是可以重复检验的 就在这一年的8月 全国各地依靠科学工作者和业余爱好者 在湖北省房县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国野人考察研究会正式成立 研究会的宗旨是 发现野人 研究野人 保护野人 不管野人存不存在 人类都将面临一个重要的课题 那就是保护环境 真爱生命 有些物种 曾经和人类一样生存在这个地球上 但它们现在都已灭绝 假如存在的野人 作为一种最具生命适应力的物种消失了 那将意味着地球生态环境的恶化 已经威胁到了人类自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